为了响应幸福家庭日,桃园有婚纱业者特别举办了婚纱走秀,让民众在欣赏婚纱展当中也写下了幸福宣言。 一套套两粒动员的礼服,让在场的主心人跟民众看了都觉得甜蜜蜜。 婚纱公司行销新手法,结合社会各界共同推动的幸福家庭日,在现场民众的见证下,写下幸福宣言,也让新人有幸福满满的感觉。 因为我们家庭是一个社会的基础,一个小单位,当每个家庭都幸福的时候,我想社会就会很幸福,很美好。 新人甜蜜拍摄婚纱,嘴办婚礼,即将步入礼堂的小情侣,养溺着幸福,甜蜜指数百分百,不过要维持长久的幸福婚姻,得多用心,学习互相体谅跟包容。 其实夫妻就是互相体谅,互相包容,那以后如果有什么小摩擦的地方,也是很简单,就是男生就是尽量去包容女生,那女生尽量去体谅一下男生, 做事的方式。 如果有摩擦的话,彼此先冷静个一段时间之后,再好好地讲,然后好好沟通。 欣赏甜蜜的婚纱展,也别忘了顺便写下幸福宣言,让每天都是幸福夏天月。 新唐,艺势范江富龙无数知,台湾桃园报导。